当战争来临时 这个搭建在地下两米深的庇护所 保准不会被轻易发现 里面不但可以容奈一人生活 外部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由于上一个庇护所一山而建 动不动就会有东西掉下来 卡特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 他穿过一片开阔的湖畔 发现了一处天然的深坑 这让他的建造基因躁动不已 老样子先跟狗子交流沟通 在征得旺财的同意后 开始把附近的杂草清理一番 待得把表面工作清理干净 卡特开始用锄头以一点为中心 规划出一个圆形的轮廓 然后开始用铲子猛烈的输出 好在这里的泥土比较松软 所以挖掘起来也并不困难 很快就挖个不深不浅的基坑 就连狗子都要进去叫个两声 有了合适的洞符 他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 这些石头万万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委以重任 随后他去河边打来一桶山泉水 顺势请一旁的黄土喝上一壶 这样就能得到野生的混凝土 其粘性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 现在只需要将石头雷起 空隙处全部用黏土填充 搭建出来的地基才能稳如老狗 而远处这种不成材的小树 被卡特挨的进行沟通 很快就绑来成群结队的树胸 将其依靠着石头向上雷起 这样就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墙体 而后用木头为床底 搭建出可以睡觉的掩体 要不是当初不让养狗 他也不会离家出走 在荒野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对于这种简单的操作 卡尔已经是轻车熟路 用木棍三两下拼接在一起 很快做出来可以休息的区域 考虑到将要在此安家落户 平时做饭的地方是少不了 他在主卧一旁挖出来个小坑 而且上面还连接上了通风口 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 这是要搭建个灶台 只见他用石头加粘土 混合着一层层向上雷起 摇身一变成了华丽的土灶台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先给灶台进行烘干 随着壁炉越来越旺 卡尔顺手做了个木梯 这样爬上爬下就会方便许多 有了温暖的壁炉 就解决寒冷的问题 随即他在上方钉上几根木棍 来当作平时在屋的植物架 现在看起来整个庇护所 有了家的感觉 为了能让庇护所更加隐蔽 他特意挑选了一根原木当作立柱 将其一端进行处理后 放进火堆开始碳化处理 趁这个功夫 他在一旁挖个半米深的机坑 并将碳化后的原木稳稳地放进去 底部用小锤子给夯得结结实实 这样就可以将衡量精准地卡上去 就得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框架 顶部再用这种细木棍代替屋顶 一根根整齐滑衣地排列在一起 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他必须要把烟囱向上雷起 直到再高出个半米 这才用蓝色维部铺垫上去做防水 顶部用干枯的稻草进行覆盖 而另一侧的空隙处 继续用细木棍来做掩体 为了更好的将其固定 他都要用粘土反复涂抹好几遍 现在看起来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一走一过保准没有人能发现 为了防止泥石流的风险 他又在一圈挖出个引流槽 试了试效果还不错 得益于之前在五八同城找了一份好工作 这才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野外像这种菌菇就是最好的食材 将其收集回来后 用小刀全部给切碎 再配上超市打折时顺来的鸡胸肉 放在灶台上巴拉巴拉 带的食材彻底成熟以后 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美食 从此一人一狗 再无人的荒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让你住上一晚你受得了吗